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就在这个时候正在大量上市的一个种植业 这个种植行业呢也算是在咱们农村隐藏多年的暴力钻钱的行业 同时它也是在种植行业当中最具有前景的一个种植 这个种植行业呢它每亩的利润最低的话达到三万元 高达六点五万元都会有的 而它的目前的市场行情最低的话就会达到了五千八百元一斤 高达八千两百元一斤都会有的 大家好这里是三东雷一个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高利润的暴力钻钱的种植行业 屏幕前的朋友你是否感兴趣呢 想了解的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看一下我在它这个种植地给大家拍摄到的视频 大家通过视频的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暴力的种植行业 如果对药材了解的朋友们对它非常的熟悉 它的名字呢相信大家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非常清楚 它的名字呢就叫做藏红花 藏红花原产于哪里 值得的朋友们打拌评论去和大伙分享分享吧 种植这个藏红花呢可以说种植的时间是在每年的啊 我们河南种的情况下是在每年的五月份到七月份来进行种植啊 种植好之后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在十月份十月份开始开花 而是开的花都特别的好看 大家通过视频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出这个藏红花开的个花特别的漂亮 是不是朋友们 种植的藏红花呢其实它的目的不是看它的花 而是看这个藏红花的一个花丝 通过视频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出就是这样一条特别红的一种 特别好看的一种啊 叫做藏红花 藏红花呢可以说它是最主要的一个泡水用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保镇品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中草药 是不是朋友们 种植藏红花呢在我在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种植户呢 呃它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这块也说到了种植藏红花 你今年种植一亩地 明年就变成两亩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 种植这一亩地哈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种植一亩地 一般情况下 一亩地产这个种植啊 说白了 这个种子 产这个种植基本上会达到也就是说 呃三千斤到四千斤左右的种植啊 一亩地大概需要这个种植300到350斤左右的一个种植啊 成本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啊 成本的种植一亩地的种植差不多也得需要个呃十二块钱一斤到十四块钱一斤啊 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成本是多少啊 我认为这个算吧 你是比较非算的 呃说到这个啊 呃藏红花的这个市场行情界块呢 在我给他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他也说到了他说今年的这个呃藏红花的行情相对来说比往年稍微高一点啊 因为今年种植的并不算是很多啊 行情比往年要多啊 在前几天这个在中药材市场专业的时候呢 藏红花的零售价格都达到了十克都卖到了一千六百元左右 一千六百元左右大家可以想一下十克啊 是不是相当于八千两百多元一斤呢 啊最低的呃有的花丝比较多短啊 不怎么好看的那种在价格一般会卖到五千八百元一斤 在往年去年的藏红花的价格都卖到了五千到五千五百元一斤啊 呃而今年呢就是比较高的 说到藏红花这块呢肯定会有很多粉丝会说到了 哎呀煽动了一个啊 呃像一些这个啊网络上的啊 呃有的是卖九块九的啊 四九块九都会有的 基本会卖的一百克啊 和你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说实话啊 这个藏红花真假也会分辨啊 真假也是有的啊 呃光我知道的情况下来 呃反正是正宗的藏红花 像假的藏红花大多多的用那个翻红花来进代替的啊 希望大家知道就行了啊 咱们就在这个方面不和大家说多多解释了 希望大家明白就行了 但是有一点你一分钱绝对会买不来一百块钱的品质 这句话我相信没有和我抬杠的 是不是啊朋友们 呃提到这个利润这一块呢 呃很多粉丝也是比较关注的 种植一亩地这个藏红花 它的利润就是会如何呢 在我在他这里拍下视频的时候呢 这个农民也说到了 我这个朋友也说到了 如果产花丝的情况下 最高的产量会达到二斤 二斤的花丝 二斤的花丝 啊二斤 呃最低的话 反正是有个六七两也会有的 产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低 是不是朋友们 但是还有一块一个是不是高一点的就是这个啊 卖这个种球啊 种球的目前呃一亩地 如果管理好的情况下 你水肥跟得上的情况下 也就是呃 种球能够产个三千斤 高达四千斤左右啊 三千到四千斤左右 目前今年的呃 种球的行情是在那个 十二到十五亿斤 不过和往年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啊 呃 在我给他拍摄视频的时候 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 来算的情况下 他一亩地最低的收入会达到三万元 高达啊 高达六点五万元都会有的啊 不过今年的他扩大面积 今年的是一个中间有五亩地的这个 这个账户化 那他的收入啊 会达到也就是在 呃二十十二万到二十多万啊 甚至三十多万都会有的啊 具体的还得看到这个品质来听以后 呃断定的咱们毕竟给他给他给大家说的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 具体的数据还得看实际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 呃以上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所分享的 就在这个时候大量上市的一个 藏黄花这个种植行业 呃也算是在种植行业当中最具有田径的一个种植业啊 隐藏在他们农村好长时间了 很多人都看不上这样的一个种植 就是感觉他是没有多少销路啊 但是呢 只要是你去这个中药在市场上转悠转悠的行动下 你会发现有这个藏黄花的存在啊 而且还是真的啊 网络上咱们就不和大家分析了啊 希望你知道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和大家简单的落在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所以说可以关注下一期的煽动视频 会让你了解更多的网络方面的知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简单的落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咱们再见 拜拜